字財TV 黨股走勢告訴你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羅sir 羅振邦博士 是資財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 歡迎大家收看高息股系列 今集來說 選擇的高息股是以人物作出發點 今天選擇的就是李兆基先生 人星四叔最高息股票 如果大家是四叔的粉絲就別錯過了 另外 我們在影片的尾後 都會和大家分析下恆子未來走勢的變化狀況 我們最近推出了一個消值的學習計劃 只需要一個學費 就能夠學到六個核心課程的內容 大家可以在我們的網頁看看 www.smartmoney.com.hk 六個投資班 一個學費就可以了 有甚麼學得到呢? 大家先去看看 一個價錢 學到六個核心班 這六個核心課程包括有甚麼狀況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裡面有最基本的 最傳統的投資者喜歡做的買賣 就是一個股票投資 股票投資班 專門看一個升與跌的 支持位阻力位的 一個技術走勢的分析投資班 好了 如果要做買賣 要靈活的 那用甚麼工具呢? 用期指 有一個期指特訓班 如果你說想一個以小博大 喜歡玩一些策略的 就有一個期權贏家訓練班 如果你說想一個有限風險 無限利潤的 我們有時用這些叫窩倫 一個窩倫牛熊證投資班 如果你想撇垂 在一個股票以外 一個投資選擇的 有一個外匯黃金的投資班 所以大家來說 有時在投資方面來說 要是多元化的 在現在的環境裡面 所以我們有六個課程來說 在網上上課的 大家來說 就可以學得到聰明一點 六個核心課程 一個學費而已 如果大家喜歡來說 記得去到我們的網頁裡面 看看 我們今天選的股票 就是選李兆基先生的股票 人星四宿的 我們就以它做出發點 它的系列裡面 我們用誰做旗艦店入手 就用這個 12號行基地產 我們就用旗艦店入手了 這個行基地產裡面 這個系列 我們說你是 這個企業架構裡面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看這部份內容 這是一個 ETLAC的財經網站 我們看看12號 行基地產一個旗艦機構 一個企業 它有什麼附屬公司 分別有幾間 這些都是上市公司 第一間 我們看看 有一間叫做香港中華煤氣 留意煤氣裡面 有另一間附屬公司 1083 廣華智慧能源 這間我們也會再看 另外有香港小輪集團 有美麗華酒店 有一個行基少業發展 有一個陽光房地產 這是信託基金 剛才算上廣華智慧能源 有六間上市公司 算上其旗艦 12號的行基地產有七間 我們看看這七間公司的股息是怎樣的 哪一間的股息是最高的 我們先在旗艦方面入手 12號行基地產 以旗艦方面入手 周息率是多少呢 周息率或股息率是5.318% 即是5.3 大家可以記下 5.3是行基地產12號 中華煤氣 香港中華煤氣 周息率是多少呢 3.846 3.8 這就是香港中華煤氣 附屬公司有一間是1083 1083來說 廣華智慧能源 股息率是多少呢 這裡看到周息率方面是3.615 306的狀況 這是1083的 另外 50號50 50號50 香港的小林集團 周息率是多少呢 17.337% 很高的 17.337% 有17厘 再下去 這就是71號 這就是美麗華酒店 周息率方面是3.622% 3厘6 另外97號 97號的行基發展 周息率方面是5.97% 即是五離九 就好了 再看看435 435來說 陽光房地產基金 它的周息率是多少呢 6.588% 如果看看 那麼多間公司 即是六間上市公司來看 應該是七間 不是六間 是七間 在這七間公司來看 哪間最高息的狀況是 看到這間 是上市公司的編號50 叫做香港小林集團 它的周息率方面 有17.337% 即是17厘 很高 很吸引 究竟這個息率方面 是堅定留的呢 我們試試看看吧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數字如何 這個來說 也是ETLAC財經網頁 我們看看香港小林集團 它的帕息如何 留意 這個有個帕息 叫特別股息 一元的 另外有個末期息是毫半指 有個中期息是一毫 留意特別股息來說 不是每個年度有得派的 剛剛這個年度有得派 所以你見到它有17厘的股息率 是否足以考慮呢 其實不是的 如果這個特別股息是年年有的 也有這麼多的 我們會考慮 但只是派一年 不是年年有的 可能明年沒有了 股息率有沒有17厘 那麼高 就未必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計算 大家試試看下它 我們看看最近的特別股息 加上末期息 加上中期息 這三個加上三合一 這三個數字加上 一共有多少呢 就為1.25 1.25 如果只是計算中期和末期 不計算特別股息 如果只是計算中期和末期 是2.25 2.25 現在來說 香港小倫的股價 今天收市價是7.21 今天是2022年4月14日 收市價方面是7.21 我們是怎樣計算股息率的呢 你看到這個周息率方面是怎樣計算的呢 我們將全年派的一個股息 即是全年計算的 中期末期和一個特別股息 三個數字加上 剛才計算到多少呢 1.25 我們將全年派的股息 除回那個股價 現在最新股價是3.21 即是1.25 除回7.21 記住乘回100% 因為計算百分比 計算出來就等於這個數字 就是17.337% 所以這個數字大家可以計算的 這就是它的周息率 我們剛才說 如果不計算特別股息 只計算中期和末期是怎樣的 這個數字就只有2.25 我們就將那個2.25 這個派息的狀況 中期末期這個數字 加上去的2.25 除回那個股價 7.21 再乘回100% 計算出來的周息率是多少呢 就是3.467% 3.467% 即是只有3.4% 那你說3.4% 算是最高呢 在李兆基系列的股票裏面 這就不是 如果我們在對比之下 其實哪個最高呢 這個就是最高 就是這個4.35 4.35來講 就是陽光房地產基金 這個數字有多少呢 周息率方面 就是6.588 所以如果你說 我想選四宿的股票 那究竟哪個是最高的 那應該就是這個 叫做4.35 就是陽光房地產基金 它的周息率方面 6.588% 這個就是這樣做比較的 好了 那我們說 這個 陽光房地產基金 是做甚麼生意的呢 記住這個屬於一個房地產信奪基金 那它這個來說 就是著重在一個收租為主的 這個房地產基金 不是著重於那個物業的發展 不是說是蓋樓 當然它蓋樓也可以 但在那個條文裡面就說 它只可以撥它的市值 10%出來做一個發展的業務 即是那個蓋樓 所謂的一個發展 蓋樓的業務 其他來說 就是以收租為主的 所以你買到這個房地產信奪基金 其實那些人標榜 是以收租 收租後 轉化一個 股息給股東 所以你見到它的息侯 為何會高一點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留意一下 它作為一個 房地產信奪基金 以收租方面 主要的狀況 不是以物業的發展提樓為主 這個狀況是 好了 今天來說 是2022年4月14日 收市價來說 是3.84元 我們試試看這間公司 網頁的資料是怎樣的 究竟它的生意是怎樣的 大家看看 這是陽光房地產的基金 公司的網頁 有甚麼生意 可以看到它做的發展 有甚麼物業的項目 我們看看這裡 看看物業 然後物業的概覽這部份 其實它的發展方面來說 它的收租狀況 是以寫折留 零售和商用物業為主 所以你看它的結構很簡單 你看到這裡 物業的概覽 這部份是寫折留物業 下面這裡 就是零售的物業 所以你說兩條主要的線 一個是寫折留物業收租 一個是零售物業的收租 你說寫折留物業收租有哪些 好像看得到這裡 大新金融中心 或者富士中心 一個的豐宜中心等等這部份 你看它有多少的出租面積 都看得到 加上來說 有84萬平方石的出租面積 至於零售物業哪裏有呢 譬如上稅中心 購物商場 新都城一旗 光華廣常物業等等這部份 這裏都有39萬平方石的收租樓面 所以這間公司來講 你想理解它的收租物業 很容易理解得到 因為全部列出來給你看 所以買得這個房地產信託基金 其實最重要就是簡單 以收租為主 收租後當然轉化成一個股息給大家 給大家一個股東 就是這樣的狀況 如果大家喜歡 了解一間公司的物業狀況是怎樣的 你也要留意它的網頁狀況 至於你說走勢圖又如何 走勢圖方面 這就是一個435陽光房地產基金的走勢圖 這是日線圖 如果你想了解走勢方面清楚一點 我們將它轉為周線圖 其實就容易理解的 這個就是它的周線圖 所以你見到現在走勢方面 是一個什麼狀況呢 是跌勢來的 從周線圖 陰陽足裡去理解 你見到加強平均線 其實是10個星期 跌破了20個星期 10個星期這個紅色線 20個星期這條是藍色線 10個星期加強平均線 跌破20個星期加強平均線 這是一個跌勢來的 所以你說想買來收息 也不用這麼急 可以再等下 一個支持區大概是多少度 大概是支持區來說 在這部份 你預算這個狀況 大概支持區是三個半左右 所以這個就不用急 慢慢等下 才再考慮吸納也可以 好 這個就是它的走勢圖 好 接下來就講大肆分析 今天是2022年4月14日 恆生指數來說 收市價方面是21,518點 215、18 今天來說是升了144點 成家方面是989億 你留意以恆子表現的狀況 現在你看到紅色這條 是10天的加強平均線 現在跌積了20天的加強平均線 現在來說是一個弱勢 不過你看到這個跌破來說 它不是直插下去 是一個橫行的 所以不是一個急跌的狀況 但如果你形容現在來說 都比較弱勢 所以大家來說 買貨方面要小心點 現在來說不是一個升勢 還是一個跌勢 這個要小心一點 你說芝時位方面有多少度 芝時位方面遇上這個裂口 好 這個部分 芝時位方面 是20,787點 20,787點 這價位是屬於22年3月17日的低位 這就是我們用列頭做一個考慮的芝時位 阻力位方面多少呢 好 就這裏 阻力位 阻力位方面是22,524點 22524 這屬於是22年4月4日的最高位 所以現在來說走勢 各波幅區遇上這個範圍 你說如果想炒波幅 如果遇到未來都在這個範圍上落 那玩甚麼呢 有時我們就做期權買賣 做期權買賣來說 可以做一些沽空 一些勒縮式的買賣 就是說我們在這裏來說 就作一個 當中的short put 上面這裏就做一個short call 收期權金的 接近今個月的走勢來說 都是雜幅上落 我們就賺期權金 一個沽空 一個勒縮式的買賣 一個short put 這個行駛 short call 這個行駛 就玩這些策略 如果大家喜歡在期權入手 我們都有些期權班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記得訂閱 訂閱來說 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會收到我們最快 上載影片的資訊 如果喜歡來說 給個like我們 和和朋友分享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